北部地區的新冠肺炎疫情 雖然逐漸趨緩 不過求職找個好工作 還是非常重要 因此這場定名為 2022虎年新風氣 職場新契機的現場增才活動 6月14號早上10點到下午2點 由基隆就業中心 在基隆長榮桂冠酒店三樓 舉辦現場增才活動 總共有包括圓章玻璃 蓮華食品和中家集團等 北北機37家廠商參加 總共提供1380個職缺 那這場活動呢 我們總共有37家廠商 總共提供了1380個職缺 那這職缺裡面呢 超過4萬元的中高階的職缺呢 將近有500個 所以呢我們在代業 或是想要轉職的這朋友呢 千萬不要錯過這樣的機會 我們總共所有的職缺分為六大類 那這六大類裡面 有包括我們的製造業啊 傳統產業 我們的物流 我們的服務業 還有我們的一些資源服務 甚至照顧服務等等 那當中有很多的科技業 也濟臨到現場 同時呢還有第一次參加 我們增才活動的一個 我們的中家產業 所以這裡面呢有很多的職缺 雖然現場還是有相當多求職的民眾 來找工作 但是根據基隆就業中心的評估 可能受到疫情的影響 求職人潮還是比以往少了三四層左右 雖然錯過這場真才活動的民眾 有點可惜 不過有需要的民眾還是可以透過基隆就業中心 持續找工作 今天如果說來不及參與我們這一次的現場真才活動的朋友呢 也沒關係 我們一樣可以直接到我們的基隆就業中心 或是我們的六堵分站 那我們有專門的專業的服務人員來提供更完整的服務 所以甚至可以到我們的台灣就業通的網站去搜尋 也有很多的職缺可以提供給各位朋友 除了釋出職缺的廠商之外 包括基隆市政府 社會處 基隆地檢署等公家單位 也在現場涉攤宣導相關法令 而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同樣由川卓三軍 以及海巡署等帥氣軍裝現役軍人 在現場招募優秀人才加入國軍 為國效力 國軍 戰力強 歡迎加入國軍的行列 國軍 戰力強 歡迎加入國軍的行列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